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中还是有机会的 能听到第三盘 我觉得木涛也尽力了 王鹏提到的两个大满贯得主 是木涛今天的对手 中国台北球员曾俊欣 其实除了拿下今年法王和温敖两个青少祖南达冠军外 曾俊欣还是今年往往青少祖南达亚军和今年没往青少祖南达自强 而与之相比 木涛的大满贯赛履历就显得普通多了 今年法王和美往两个青少祖南达首轮 阿王青少祖南达第二轮 温王青少祖方会最好 达到了南达四桥 这个队员岂是很拼荡 也很刻苦 王鹏说 虽然身体条件不是那么注重 但很勤奋 我相信未来只要努力 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 正如王鹏所言 其实木涛在今天的比赛中也并非没有机会 虽然首盘三比六高负 但第二盘他以六比三扳回 特别是打到第二盘的后几局时 木涛进攻增加积极 技术运用也非常合理 在拿下盘点一分后 他还握拳大好 这说明在那一段时间 他的气势和信心已经明显打出来了 但青少年选手的方会往往会有起伏 第三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 木涛打得有些保守 局面就此陷入被动 同一块场地随后登场的中国女双组合王鹏与王鹏瑜 在首盘六比一取胜后 第二盘状态也出现了波动 好在他们及时调整了回来 第二盘因为风很大 我们俩又在有些关键分上没有招紧 所以第二盘输了 王鹏瑜在后说 后在最后抢时的时候 我们比较兴奋 关键分也很关注 所以最后赢下来了 他表示 能够参加青奥会的选手 青少组的世界排名 都能进入前50 平时都活跃在大满贯赛的青少组中 水平均是很高 因此比赛中少有差时 就可能输球 红土有点慢 王鹏瑜就在女单手轮输给了日本球员那藤佑西 输了肯定遗憾 但已经这样了 就得接受 要从中学到东西 总结经验 下次再来 对我而言 人生就是需要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说 日本选手昨天打得特别好 很多球都打在线上 边边角角的 让我很难受 他在很多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我算是一般发挥吧 而且这里是红土场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 打红土场了 脚下调整有一些问题 总是感觉调整不到位置 在王鹏看来 这次今奥会中国选手的状态起伏 确实与比赛球场有一定关系 从今年木涛在大满贯赛青少年组的表现看 在快速场地上 他的发挥相对更好 而这次比赛的场地却是红土场 王鹏说 红土确实对能力的要求挺高的 因为红土上你借不到力 必须靠自己发力 打到后面我觉得他在能力上有些透支吧 草地上 我们基本五开以内就结束一分了 但在红土上 回合会变多 各种偶然性也会变大 王鹏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好发揭发环节 王鹏则表示 自己和两名队友都是进攻型的球员 在红土场地上就稍稍有些吃亏 这个场地比较慢 那种移动特别好的人就会有小优势 他说 我觉得 我们还是可以在进攻的组织和变化上面 再做得好一点 而正是因为及时调整 王鹏与和王鹏与组合 才能够最终拿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那场女双四分之一决赛 面临转职业 接下来 王鹏与和王鹏与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日本组合内藤又西佐藤菜碎 他们这一对双打也很好 在今年发王青少祖拿了女生亚军 王鹏与在谈到接下来的比赛时说 我们是去拼他们 不会想太多 而和中国台卫选手梁文硕搭档 拿下了今年奥王青少祖女双冠军的王鹏与 当时曾在半决 赛与这对日本组合交锋 他说 我觉得实力上的差距是很小的 谁赢都有可能 就看民间谁的状态更好吧 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正因为如此 两位姑娘在谈到夺取半四清奥会冠军的话题时 都不愿想得太远 王鹏与说 信心是有的 而王鹏与则表示要一场一场地打 他说 我会尽全力 目前 王鹏与的WTA女大排名是180位 王鹏与是345位 参赛获取基本提升排名 对于正处于从青少祖准职业组的他们而言 这关重要 所以在此次赴埃根廷布宜诺斯艾丽丝参赛前 他们都在按照各自的赛程安排的进行比赛 上个月 王羲羽参赛无往 王羲羽打了广网 但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系统被战清奥会的时间 肯定有冲突 但我们也会努力克服 毕竟是为国参赛 王鹏说 但也不能为了这个比赛 其他比赛都不打了 所以这个项目和其他项目多少还有一些不一样 因此虽然参加了清奥会 但也只说明三位中国小将 是同年龄中国球员中最出色的 但他们未来的路却还充满未知 在打好接下来的比赛的同时 对于王羲羽 王羲羽和穆涛而言 未来最重要的是继续做好 从青少年组到成年组的职业转换 而未来参加奥运会 那应该是更远的事情 王羲羽说 如果能有这个机会参加 如果还能是我和王羲羽配合的话 那应该是一次很不错的经历 记者袁洪恒 以远北京报体育编辑王羊原标题 中国轻贸网球值得期待 来源 飞而体育编辑 PF003